大家好 我是赛挺队长 家屠四壁 胡思乱想 在节目前咱们先打广告 10月4号 10月5号这两天 咱们去天津啊 10月4号呢 咱们去天津的那个孔庙 还有望海楼教堂 这孔庙这地儿挺好玩的 是吧 里边这个季孔的地方 然后在那儿讲讲 孔子 讲讲这个古代 讲讲孔子 讲讲衍圣公 对吧 严重公 这是反复投降 反复认祖 然后呢 再聊聊什么就是关于孔子的其他的 就是说古代的那些科举 古代科举都是怎么考的 然后呢 古代科举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古代科举这种故事还是挺多的 再看看孔庙里边的建筑 其实都挺好玩的 那么到望海楼教堂 它就是一个教堂 那咱们就讲讲 望海楼教堂在1870年的时候 发生了天津教案 焚毁了望海楼教堂 那这个天津教案的前行后果都是怎么回事 然后它为什么最后会酿成了这么一个案子 对吧 那我觉得是挺值得讲的 那到了第二天 到了10月5号 到了10月5号的下午1点半呢 咱们去意大利风情街 这是原来的意大利租界 然后现在是改成风情街了 里边的建筑 然后里边的雕塑很多呀 对吧 就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维纳斯诞生那种雕塑 好像还有什么马可波罗雕塑 我这个人就对希腊神话很感兴趣 所以到那就可以聊聊这个维纳斯是怎么诞生的 这个希腊神话 然后再就是天津 意大利租界它里边有这个原来梁启超的故居 现在就要改叫梁启超纪念馆了 咱在那就可以聊聊梁启超这个人 然后还有在民国时期的其他人 比如说像袁世凯 像冯国璋 像曹昆 他们是在就是这个意大利租界对面的那个奥地利租界 就是进步路上 现在是叫进步路还是叫进步道 在那上 然后讲讲他们的故事 其实这北洋时代一共五个总统 他们这是战仨 讲完他们这仨的故事呢 其实 北洋的那个前后这个历史啊 咱们就捋的差不多了 很多人呢 也是对这个北洋时代的历史不太了解 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 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大书特殊的时代 所以不了解它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呢 是没有一个关于北洋历史的博物馆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吧 我吧 我不揣冒昧 是吧 我尝试着能不能用嘴啊 用说的方式 把这个博物馆给各位建设出来 然后就欢迎各位到那个时候报名吧 是吧 那谢谢大家 那说个正事啊 就是咱言归正传 咱们言归正传 就是截止到我节目录制完成 就是截止到现在 现在是2023年的8月31号 截止到这节目录制完成 那中国体育界呢 尤其是篮球界 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作为后姚明时代 篮球的旗帜 一见连推议了 是吧 一见连能成为旗帜 这也说明中国篮球啊 确实后继无人了啊 我在这我先说啊 我没有任何诋毁一见连的意思 他是一个非常敬业 非常勤奋的运动员 而且他打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他水平也非常高 在国内来说 他水平也非常高 他2007年就登陆NBA 在当时被人看成是和姚明一样为国争光的代表 但是呢 他这个能力始终是跟不上NBA的水平 几个赛系下来被不断的交易 然后当时还有段子手说 哎呀 这一见连当时是为国争光了 他只拿工资不出场 后来呢 他就只能回到CBA 那回到CBA之后 他的能力在国内非常优秀 但是说实话 就是他的这个水平放在NBA 放在国际上确实不行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放在国内 国际上非常平庸的运动员 然后他成为中国篮球的标杆 所以这是不是进一步说明中国男篮不太行了 对吧 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说诋毁易见连的意思 就是希望他的粉丝要先明白这一点 这是一 那二是啥呢 就是在南篮世界杯上 中国连续惨败 一个是第一场惨败给了塞尔维亚输40分 这不意外 本来这东欧体育就出色 南斯拉夫是拿过奥运会金牌 拿过世锦赛冠军的 那上届这个拿来世界杯 好像是塞尔维亚还淘汰过美国 所以呢 输了就输了 结果您现在 第二场您连南苏丹都打不过 南苏丹什么情况啊 2011年刚刚独立 连年内战 穷的那是他妈叮当滥响 首都猪八只有一条板刀马路 那就是城市CBD了 猪八的国贸 民众要靠烧柴火来照明 在那样的国家 你说打不过 甭过也甭意外 就是那些穿西装 皮鞋 打领带的那些人 那些蓝鞋的领导 他们是中国体育最大的绊脚石 是吧 那第三场舒博多了一个 情理之中 这我就不说了 第四场 第五场 这会儿我还没看 我也不知道 那我呢 是辽宁人 我小时候也看过辽宁篮球的比赛 是吧 你看今年这CBA总决赛 梁宁队独冠了 四场比赛并不学任 是吧 赢得很轻松啊 所以我心情就看得很轻松 就心情舒畅嘛 但是最后到了那颁奖典礼的时候 草 给我恶心坏了 你知道 就是谢成慧啊 他曾经说过 他说中国篮球职业联赛 这个职业是要加引号的 那为什么要加引号吗 因为真正的职业联赛 你见不着这么多穿西装的干部 是吧 这个什么省长 那个什么体育局局长 大厦风景 领奖的球员见到官以后 也是海班级 本来你说各个一米九 两米的运动员 见着一米七的领导 也不知道怎么 他们和领导的身高突然就一样了 而且甚至还要变成一米六五的 还比他们矮一点 你想想咱这运动员 嘿 对吧 多有觉悟啊 去年世界杯决赛 姆巴佩赢了那个世界杯金学奖 但是球队输了比赛 后来呢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给姆巴佩颁奖 姆巴佩全程一张臭脸对着马克龙啊 然后那个就是那种冷脸领奖 然后后来那个马克龙还鼓励他怎么样怎么样啊 这个姆巴佩就每一根寒毛就这表情 每一根寒毛都写着不耐烦 就想的就是操 这孙子怎么还逼个没完呢 是吧 姆巴佩就真应该学学 你自己觉悟太差了 是吧 反正你瞧这个 对不对 你还有就是像洛杉矶湖人 我不知道他们要是说夺冠啊 夺冠之后 然后那个加州的州委书记过不过来给颁奖 是吧 那科比克奥尼尔夺冠之后 然后那个 当时这州长也是施法兴格吧 施法兴格过不过来给颁奖 是吧 然后再就是什么 现在詹姆斯啊 他为了上场 他要不要给那州委书记敬酒 是吧 不过我支持他们没有觉悟 对吧 他们没有奴言魅武 他们没有卑躬虚息 这个体育本来就是这样 那么人世间也本来就是这样 中国篮球和世界商业篮球作为两种篮球模式 甭说赢 你不输大笔分已经很客气了 因为篮球是商业的 而非体制的 是市场的 而非计划的 是自由的 而非命令的 是人文主义的 而非机器零件的 是发扬个性的 而非泯灭特点的 当然也有可能 有些人说 这些领导出现在体育中啊 这是要政治挂帅 这样避免无良资本操作足球啊 或者是篮球啊 怎么我老说到足球了 就照着足球说吧 以保证那种足球的纯粹性 那请问 皇家马德里他搞金元足球 曼城搞金元足球 巴黎圣尔曼也搞金元足球 他们足球怎么了 谁被金钱腐蚀 受不良影响了 皇家马德里连着三年拿欧冠 巴黎圣尔曼 姆阿佩 两届世界杯进了11个球 曼城这 最近不用说了吧 欧冠都夺冠了 所以他怎么了 他们怎么被金钱给毁灭了 足球还纯粹性 你别搞笑了 对于任何一件事来说 资本影响永远是最小的那个 因为资本意味着金元愿意介入 并且愿意遵守现有的这一套规则体制 以保证向东德联赛里边 德雷斯顿迪纳摩 在东德连年夺冠那种难看的吃现不会出现 没有资本的话 足球什么都不是 万事万物也什么都不是 其实中国体育很容易行啊 但是国体不允许那种市场化的操作 所以弄来弄去只有这种电竞 就是这种体育总局根本不管的项目发展起来了 对啊 体育总不管反正是发展更好 那甚至是说 他现在成了体育总局说商业化成绩的一个遮羞部 中国人其实智慧是很大的 什么足球篮球说实话 只要靠中国人的智慧啊 注意我说的是中国人的智慧 不是那个啥啊 不是中国领导的智慧啊 靠中国人的智慧 是很容易取得成绩的 很容易 你想欧洲乌克兰 亚洲伊朗 什么非洲科特迪瓦 尼州利亚 美洲委内日拉 那种国家 他们都照样能进世界杯决赛圈 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可世界第二了 我们很难嘛 但是到最后呢 这些智慧这些力量都会败给领导 为啥呀 因为足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是领导在位的期间是有限的 有限的时间里 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为了让自己在退休之前 从政科升到副处 从政处升到副厅 从政厅升到副级 副 从这个政厅升到 应该是升到什么 是副局还是副部 是吧 那都得干嘛 都得下 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就得靠下猛药 老人走了 新人来了 继续下猛药 如此反复 你看啊 中医里边有人讲过 猛药不能随便下 你得等到这病人气脉和缓之后 再以猛药后卫 对吧 否则的话 你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 本来就弱 你一个大理完下去 他能受得了吗 林黛律怎么死了 那不就是弱不金方的身子 然后天天吃人身 鹿绒那种窜血的保健品 吃死的吗 中国足球就是这个奄奄一息的病人 领导下猛药 这个 李延世卓 投球算两分 什么取消升降级 那你说 这种猛药 他能救得过来吗 然后呢 老人走了换新人 都是换汤不换药 都跟足球无关 毁灭的只是一代又一代的体育人才 在社会层面上 这就更加明显 你看啊 在全球范围之内 其实穷人翻身最好的手段就是干嘛 投身体育 乔丹 詹姆斯 姆巴佩 什么桑切斯 卢卡库 这些全球基数最大的 都是收入低的人 你本来这种竞技体育 其实是比较容易出成绩的 你天赋后 再加上你后天实实在在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那一个普普通通的足球训练营 就能出产很多职业的球员 还有可能出现球星 对吧 但是在中国 以足球为例 你踢足球成本太高了 升线机会小 关系成本高 学习成本高 学成几率小 失败的成本更高 造成这一切的 其实都是管理制度不对而已 你连蔡振华 连陈虚元都管足球 外行管内行 最后都是纸上谈兵 当然 中国现在有问题的 又岂止是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啊 只是说足球篮球需要对抗 有对抗就能看出来差距了 其他没有对抗的 那可能没有对比 它实际上是更烂 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所以我一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去看比赛 我看中国都是怎么爱揍的 全世界都在认可那个模式 你偏偏不听 你偏偏觉得自己这个模式是最优秀的 而认为全世界都在逆行 那我就看足球 我看全世界怎么用功力常识 抽你这张大脸 叫爸爸 说你是猪 对吧 什么打你就是打你黄老爷 贵 其实我想啊 搞好足球篮球和搞好其他东西一样 提几个问题 能解决就行了 就是你如何建立那种以体制天赋 而不是靠后门关系论输赢的选拔机制 你一定要看是谁跑步跑得快 谁跳得高 谁进 而不是说谁是那个什么校长外甥 谁进 如何建立这样的选拔机制 你怎么给那些有天赋的人以经济的支持 你怎么去补偿训练的那些孩子 他们家庭的担忧 你解决他们对于前途 对于未来的焦虑 然后你怎么保证媒体介入的公平选秀 就这几个问题 说实话 我觉得比赵所建简单多了 就是咱们有这么庞大相关的公务员队伍 公务员可都是社会精英了 学习好的全去考公务员了 对不对 清华伟大毕业的都去社区考编制了 都进什么城管了 所以我觉得公务员都是高商群体 都是社会精英 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一如反掌 但是为什么没解决 那就是有人不愿意做 那我想问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呢 好了 关于中国 说到中国篮球最后也说到足球了 反正就是篮球 足球 整个中国体育吧 商业体育 商业体育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